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详心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jia 这一集《鱼山走痛痛》的时间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 位在中西部的彰化县 那除了要去认识神奇的古老渔法 还要一块去体验 再提非常夯的渔业休闲活动哦 现在就跟着Mijia 一块去感受 彰化的渔业魅力咯 走吧 张华县位于台湾中西部 北陵台中都贵区 南阁卓水溪和银陵县相望 海岸县长度有60多公里 由于境内滨海地区 多属于冲击平原 一型平坦肥沃 非常适合养殖渔业的发展 因此也造就了张华地区 养殖渔业的新盛 好玩各地呢 因为不同的地理特性 而发展出不一样的渔业文化 而究竟张华有哪些渔业特色呢 比较现在带大家来到了 张华区一会 我们现在呢 赶快进去请总干事 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走咯 总干事你好 米姐你好 总干事我来到渔业文化馆里面 我发现其实这边有蛮多一些古照片 然后像模型 甚至是一些实体的渔业 感觉内容很丰富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张华 这边到底有哪些渔业特色 可以 因为张华是属于原浸海跟朝鲜代 主要是以养殖为大众 我们除了说沿海 我们的平挂式的珍珠科最有名 还有我们的文革 蚊 整个养殖 漫渔 漫渔 我们的养殖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加工 来制出我们很好吃的普世好不好 这都是我们彰化的特色 还有彰化我们最近几年 开始一年在做保育工作 像我们沿海 我们新港的楼枯虾保育器 现在我们今年要做王公楼枯虾保育器 这都是我们彰化的特色 而且总干事我还听说 是 在彰化这边有一个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在地渔法 对 究竟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的立竿王 阿波多王 阿波多王 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模型 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带蜜匠去看一看 好啊 好啊 走 这就是我们立竿王的模型 喔 立竿王 阿 这个就是我们掌潮的时候 这个蚊子它就倒过来 阿 倒过来 等退潮的时候 它又自己站起来 鱼就被它 好像是一个陷阱 就被它围住在这边 你说是掌潮跟退潮 它为自己倒下 然后又自己站起来 怎么可能 就像不倒翁一样嘛 就像不倒翁一样嘛 所以 它就像你就是有点那种不倒翁的感觉 所以你们都称它为那个阿波多 阿波多吧 阿波多吧 然后我们就 好趣喔 真正的名称就是立竿王 嗯 这是眼矮的补鱼的一种方式 可是 你这样子说啊 我还是有听没有懂耶 喔 还搞不懂 对啊 那我就请我们一位导览员 带蜜匠去实地看一下 真的吗 对对对对 所以是有人可以带我去看喔 是是是 好啦 我们请我们的那个 那师先生 我们的超哥 你好 超哥你好 带蜜匠实地到那个现场看一下 就知道了 那今天可能就要麻烦你了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可以可以 好啦 走吧 到底什么是阿波多巴呢 听的蜜匠我越来越不懂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倒了又会自己站起来的网剧 我带着满肚子的疑问 跟着超哥来到港边 等一下 这就是阿波导王 我们那个阿波导王 他设立的位置 一定要在朝间但很广阔 朝差大的地方 而且必须在低朝线的位置 超哥说啊 阿波多巴是属于定制王的一种 会在浅滩上每个五公尺树立竹竿 并挂涉网剧 长沿一到两千公尺 而四个角落 则会装设漏斗状的陷阱网袋 要以近的去出不来 欸 超哥 我刚刚在上面 那时候啊 海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对 明明刚才是立起来的啊 那现在怎么都倒了 对啊 那它为什么会倒了 就是因为没有海水的推力啊 那这个原理就是 它涨潮之后 鱼会跟着海水这样游进来 嗯 那它退潮之后 我就做给你看 退潮之后 它水会推动这个网子 它网子就会站起来 它又牵引绳又拉住 它网子立起来 鱼就跑不过去了 那鱼在会沿着这个网子 这样游游游 游到底下那边的陷阱网袋 明讲 这就是阿布达王的 漏斗状的陷阱网袋 这就是网袋是不是 对 网袋 它主要在集鱼 它就是涨潮之后 它网子站立起来 鱼就会被网子挡住 就会顺着这个网子 会游游游游游游 游到这个陷阱网袋里面 它就游了进去 游不出来了 游民就从这里可以去抓鱼了 这些游群除了会钓进陷阱网袋内 还会被躺平的尾网给覆盖住 所以游民收鱼时也会利用手动的方式 将网具站立起来 刘伯家 原生的四в木鱼 蜆井 你都是什麼時候來這邊抓魚啊 在期間好像兩點 三點 他從早上凌晨三點就來了 三點 兩點 基本上一點 早上其實就已經來過一次了是不是 一天兩次 退潮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抓多久啊 要抓多久 阿伯啊 他是問你說 你如果抓一片而已 魚要順多久啦 對啊 差不多兩天抓的完會 一個小時 早上兩點 沒有 早上幾個小時嗎 好 一個多小時啦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抓了一點 如果在抓的就好了 剛剛伯伯說他一天大概要來巡兩次 就是退潮的時候 那整個長度大概有一兩千多公尺 對 可是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 就可以把魚抓完了 那我們今天的魚過量 怎麼樣 可以叫我看你的魚嗎 哇 好 裡面真的好多魚喔 等一下 而且有蝦子耶 好棒喔 等一下我們再去那邊看看 那魚好像還很多 真的嗎 那邊也有啊 對 妹妹 你那邊有網子是不是 有 那你帶我去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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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蝦子抓完 那我幫你抓緊 有蝦子耶 好吃喔 還不會黑啊 還會黑啊 還會這樣吃起來好吃嗎 好 好吃 讚 你看 你看這一隻螃蟹 好不錯喔 好棒喔 牠牙齒好力喔 而且好兇喔 你看這一隻螃蟹是什麼 螃蟹喔 螃蟹喔 這是... 這是蝦麻 蝦麻 沒有啊 這是蝦麻 蝦麻 蝦麻 綿延數千公尺的網具 在林伯伯的眼中 可說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工具喔 看著牠系數著這些網袋內的漁獲 比獎我相信啊 這就是陶海人樂田的生活方式 哇塞 這個立竿網啊 真的是太棒了 不知道當時是有哪一個聰明的漁民 所想出來的 雖然各位觀眾朋友 下次有機會來到 佳化的橋間帶的時候呢 可以來看看這個特別的 漁技漁法 立竿網 就是漁民口中所稱的阿布豆瓣 可分為大型與小型兩種 這種網具需要設立在廣大平坦的 潮間帶地區 利用潮叉將漁群給攔截下來 黃宮漁港一直是彰化線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標 港區內黑白相間的燈塔造型也有一番風味 而文明全台的王者之公橋 霸氣十足地樹立在漁港內 也成了攝影愛好者捕捉美麗畫面的好地方 漁化線特有的養殖漁業這幾年呢 將傳統的產業和休閒漁業結合 再透過了漁會的整合之下 也推出了許多好玩又有趣的行程喔 跟著超哥的腳步往前走 眼前到底還會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哈囉 超哥 又見面了 妳講 妳好 接下來你要帶我去體驗什麼啊 我要帶妳去采集美味的珍珠科 我們漁會現在將養殖漁業 跟休閒體驗相結合 我們推出了可以提供遊客 可以采集美味的珍珠科 還帶妳去找非常具有特色的 神秘生物 等一下我們為了這個行程 我們有準備了很高檔的交通工具喔 真的嗎 高檔的交通工具 等一下我們去看就曉得了 高檔的交通工具 該不會是寶石節吧 跟著超哥的腳步 我們來到了一片泥灘地 但是 連個影子都沒看見 那我的寶石節呢 超哥 我們剛剛這樣走下來啊 哪有看到什麼高檔的交通工具啊 有啊 在那邊啊 那裡啊 你看 那邊 對 對 那邊 那個不是鐵牛車嗎 對啊 我們這裡最高檔的交通工具啊 原來你講的就是那個啊 我們柯田的寶石節 寶石節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坐著那個 潮間在上面啊 有寶石節稱號的鐵牛車 下去採珍珠科是不是 對啊 等一下喔 它還可以射水跑來很快 等一下看就要想 這台也算是水路兩漆嗎 對 哇 好特別喔 你想 我們上車吧 到了 到了 來 哇塞 超哥 OK 我覺得我們現在坐這個鐵牛 身材是一大片潮間在行走 真的超有FU的 對啊 等一下跑了之後 你會覺得更棒喔 對 所以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來到彰化的王公民 感覺絕對也可以 親眼目睹鐵牛車的風產 那我們出發囉 好 出發 出發 利用這種引擎架高的採科車 漁民可以任意的涉水穿梭在柯田間 而這些讓採科車行走的出海路 一夜十五每年也會編列預算 來進行鋪設與收護 方便漁民在柯田上作業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開到這個養殖區域 這邊蚵仔的養殖區域 那現在啊 我發現我們這樣一整片 蚵仔嘛 好像它的養殖方式 跟我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樣耶 因為我們彰化 養蚵仔都是養在朝鮮帶 因為我們的地勢比較高 為了要配合地形發展 我們的蚵仔都是用平掛式的養殖方 平掛式的 對 因為它每天會有兩次的潮系長退 在退潮的時候 這些朝鮮帶的蚵仔 會有一段時間 暴露在空氣中 沒辦法綠食 雖然是這樣 可是並沒有影響它的品質 反而吃起來 它那個口感更好 含Q有勁 吃過的人都說讚 欸 超哥 我剛剛我們前面遠方有一個大哥啊 他是在採蚵仔嗎 對啊 他就是利用那個保利龍板 就是把蚵仔採收到浮板上面 這樣可以藉著那個水的浮力 可以採收比較多 再推過來 大哥 辛苦了 好 代表你二個 所以他們就是 有這樣子的一個浮板 然後把那個蚵仔集中起來之後 因為蚵仔都是一串一串的嘛 對 一串一串 他們就集中在這個地方然後來剝殼 對 讓它分離是不是 對 把它剝開 這樣才可以清洗乾淨 因為它殼上面會有一些泥沙的 欸 超哥 這位大哥在做什麼 他現在正是在篩選 他把一些泥沙啦 什麼東西先把它篩掉 等一下再放到水裡面 把它清乾清洗乾淨 對 而且還是用海水對不對 對啊 我聽說好像如果說 我們用海水來沖洗蚵仔口的話 它的那個原味 裡面的原味比較 比較可以保持它原味 對 對 它裡面的營養 比較不容易流失掉對不對 對啊 所以在泥沙他們有些用毒 用淡水的話 在那邊洗的話 它就會甜味 就會跑掉了 就會淡掉了 吃起來就沒有味 沒有它的原味了 對 小草玲瓏的彰化珍珠科 在大哥們初步清洗後 顯得格外的透亮 看到我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啦 哇 可以給我看嗎 哇塞 這就是彰化王公漁航這邊 出產最有名的珍珠鵝啊 對啊 你看我們的珍珠鵝啊 白嫩鮮美 而且還有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維生素 而且它裡面的牛黃酸 跟蜥 吃下去的話 男孩子可以很有活力 你孩子吃下去 皮膚可以很好 很滑嫩喔 真的 所以呢 我們多吃鵝啊 就是對身體非常的有幫助 對不對 對 像這樣子的體驗行程 都有提供民眾報名喔 另外就在王公漁港附近 還提供了一個擁有地中海風情的 甜媽媽餐廳給大家喔 一趟入休閒園區餐廳 除了感受異國風情的愜意 還可以享用王公這裡最大地的蚵仔料理 心動了嗎 趕快為自己安排一趟希臘風的潮間帶之旅吧 一類新世界在這裡要教教各位 如何挑選蚵仔 以外表來說 新鮮的蚵仔表面光澤 與葉片的線管都比較明顯 乳白色的刻體也比較透亮 而最新鮮的蚵仔是不會有腥味的喔 經過了彩鵝岸的體驗後 剛才超哥一直提到 彰化妖海這裡有一種神秘生物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跟著去瞧瞧吧 哇 超哥 現在風這麼大 你現在帶我來這一大片泥灘地 到底是要來找什麼啊 來找彰化特有的神秘生物 就在沙灘底下喔 真的嗎 對 你說我們現在腳下踩的這一大片泥灘地 下面有神秘的生物 到底是有多神秘啊 等一下就曉得 那裡剛好有一位捕捉神秘生物的達人 你是在那邊嗎 對 長遠 你現在帶我來這邊啊 他們現在在挖什麼 就是挖那神秘的生物啊 我告訴你 那個要先找到 像這樣先找到洞穴啊 所以你剛一直在說的那個神秘的生物啊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有很多洞洞的下面是不是 對啊 這種神秘生物 它會挖掘地道喔 藏在洞裡 掠石啊 最深喔 它可以藏在半公尺左右 這種生物 這種生物 身體跟尾巴好像 好像蝦子 對 它身體好像蝦子喔 對 所以是彰化這邊 潮間帶一個非常特有的一個生物 是不是 對 現在已經很少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保育起來 所以龍虎蝦現在也有在做保育 對啊 這片就是我們的生態 龍虎蝦的生態保育區啊 對 那也是有提供民眾啊 遊客來這邊做生態導覽嗎 沒有 我們是保育區的外圍有做示範捕桌 嗯 來體驗這樣做龍虎蝦 就是教學的作用 喔 為了保護這些龍虎 彰化線在潮間帶設有核心保育區 這裡完全禁止財捕與遊樂 而在核心區的外圍 則另佩了一個養護示範區 提供民眾了解了烏蝦生態 除了這些有趣的潮間帶體驗以外 蠻蝦的養殖在彰化也十分的興盛 因此業者紛紛提出精緻 特別的蠻蝦料理 張大哥你好 你好 那這一位是蠻蝦的養殖達人鄭大哥 鄭大哥你好 你好 哇 其實呢 說到了蠻蝦啊 其實算是在國人的眼中 它是算是非常高品質 然後高營養的餘粥對不對 那吃起來也非常的好吃 那先請張大哥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眼前這一桌一道道的美食好不好 這一道叫蔥燒飯 用蔥燒飯 炸過油 蔥 跟蒜頭 麥芽 還有醬料 下去燜 哇 它肉質吃起來好Q哦 就是 就是 它有Q 還有甜味又很甜 很甜很Q 而且呆呆的 而且呆呆的 那接下來這一道呢 這個我就沒看過 這個也是鰻魚嗎 這也是鰻魚 這個叫和風鰻 也是弄鰻片 然後下去蒸 蒸好的話 把它冰鎮起來 然後下面再用一些洋蔥啦 弄底 然後排在洋蔥上面 然後再用荷紅醬下去 它吃起來 就是口感非常的清爽 清爽 有香味 然後有酸味 然後有甜味 吃到嘴巴裡面 就完全釋放出來 真的很好吃 對啊 那接下來我們第四道是 這菜就是 我真的看得眼花了 這是我們的 玉桂飯 這個玉桂飯 它是飯片 然後下去 跟那個玉桂粉下去塩 然後塩好了 就用白芝麻撒下去 再用炸的 炸好的話就切 切成塊 酥酥的 然後再帶一點那個玉桂的那個香味 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算是比較創意的料理 哎呀真的很好吃耶 沒想到鰻魚還可以做出這麼多 我們平常就是 比較少吃到的一些料理 吃面上比較沒有看到的料理 對啊 鄭大哥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是怎麼樣 養殖出好吃的鰻魚嗎 這個玉桂在吃 我們中華館這個時候 就是天氣地利運 環境很好的 所以吃起來 玉桂的品質都特別比較好 這個玉桂 對這個影響很好的 他們本來就在我們台南玉嘛 因為這個玉桂 它影響結構兩倍很高的 還有蛋玉桂 它的營養部分就是這個 衛生素A啦 米芹啦 這個營養很好的就對了 其實多吃鰻魚啊 對人體啊真的是多多益善 在聽完了這麼多 鰻魚的介紹之後呢 大哥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 想用鰻魚大餐了呢 可以啊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動吧 好 現在鰻魚養殖的數量漸漸增加 技術與品質也都大幅提升 因此 鰻魚的美食也逐漸受到民眾的喜愛 成為一項高檔的平民美食 無論從傳統的養殖 到現代的加工 每一步都有它的道理在 下次啊來到彰化遊玩時 可別忘了買個賞育國際的伴手禮回去哦 依養殖文明的彰化縣呢 在政府以及相關單位的積極輔導之下 結合了保育產業以及休閒 期望呢 可以朝向永續發展的漁村文化邁進 希望呢 可以在這一片美麗的沙灘上 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你有機會也可以親自來走訪一番哦 我是Misha 娛樂新世界 我們下周再見囉 拜拜 這個是我們傳統的米南式的建築 上面會有一個鯉魚的造型 嘴巴張開那個是不是 嘴巴張開的 嘴巴張開的 哇 然後再這樣 裸一格一格的 那為什麼要把它切成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一頁文錄展覽專期啊 譬如像這個 生意動建築物啊 好漂亮哦 對 好 你寫著網帳戶 這是什麼啊 有文字真的記載宣童耶 然後再問一下 我看著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